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悉 只有足球这项运动 可以拉动所有人一起聊世界杯 逃离拥长世界 熬夜也有了正当的理由 就算完全不看球 世界杯也至少提供了不少消遣的段子 如今 世界杯狂欢盛宴已经落下帷幕 进入了转会期 如果要在汽车界中豪华中型SUV市场 物色一名优秀的球员 经过筛选 有三名德国球员进入考察的名单 包括全新奥迪Q5L 全新宝马X3和奔驰GLC 其中 全新奥迪Q5L的各项表现令人眼前一亮 全新奥迪Q5L的老大哥奥迪Q5已经出道多年 累计销量已经超过80万辆 超强的实力和较深的自力也让他成为了该级别的标杆 而全新奥迪Q5L的综合实力还比老大哥奥迪Q5更强 可以说是出类白菜 具体有多强 不妨来看看他的各项指标 指标一 体格空间单金足球的身体对抗越来越激烈 防守 镇定 强行突破 等都需要一个高大强壮的体格 全新奥迪Q5L的这项指标不仅不老大哥奥迪Q5更加出色 比起奔驰GLC 全新宝马X3等球员的优势也非常明显 后续的L已经说明了一切 全新奥迪Q5L是一款 根据国人需求打造的长轴致车型 2908毫米的轴距 已经达到了重大型SUV的水准 从而也造就了无敌的空间表现 后排空间 已经完全达到了行政级轿车的水准 各U堂都毫无压力 还有1.27平方米宽广肩窗 和最多颗扩展 至1600升的后备箱空间 很难不令人心动 指标二 颜值什么 颜值也是选拔球员的参考指标 过分了吧 其实不难理解 在这个看脸的年代 长得帅的球员当然更讨球迷的喜爱 商业价值也更高 具体参考风力万千少女的万人尼贝克汉姆 全新奥迪Q5L简直可以用脱胎换顾来形容 一改就款的圆润和中庸 设计更运动可气化 大尺寸的右边形近期格闪它配犀利的浅大灯 运动感不言而喻 车身线条也更加阴朗立体 加长的车身给人连连不断的力量感 此外 奥迪Q5L还增加了专类中国市场打造的四种颜色 整体十分强烈 想必奔驰记LC更能引起年轻消费者的供应 指标三 球伤科技除了要拥有出众的身体与呼应的技术外 球伤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球员的上线 对于全新奥迪Q5L 老马X3和奔驰记LC来说 最能体现他们球伤的就是科技 这点明显 也是全新奥迪Q5L更有优势 毕竟对于奥迪来说 科技只是常规操作 全新奥迪Q5L拥有通级最出色的数字化体验 单看着虚拟座舱 科技感 已经爆棚 可展示灵动3D画面的12.3英寸全液晶仪表 全服饰中控大屏 MMI高端导航系统 充满战斗气息的电子挡把 再是多种颜色的氛围灯 此外 灯厂出身的全新奥迪Q5L 还有同级独有的矩阵支LED大灯 素有流水灯之称的LED动态转向灯 以及炉火纯兴的安全科技 科技感和未来感同级无人能助其用 指标4 速度 体能动力 有耗电下武功 微快不破 在足球界同样适用 今天世界杯上 法国的超新星用速度和身体强行突破后破网的画面依然印象深刻 全新奥迪Q5L不仅在动力参数上领先对手 跑车级别换打速度的7速Stronic变速器也更加高效 预发动机配合各默契 零百加速仅6.7秒 比奔驰近ALC和全新宝马X3度要快 同时体能油耗也是三车之中表现最出色的 百公里油耗仅6.9升 实现了超强动力与超低油耗的完美平衡 指标5 转会费和轴型售价和让车成本 全新奥迪Q5L在各项指标中都表现出更强的实力 让教授不免开始担心他的转会费 毕竟这种表现的球员转会费一般都是天价 在看到三位球员的转会费后 教授不禁喜出望外 性价比目了然 全新奥迪Q5L不仅在外观 车身尺寸 空间 科技和动力方面 由于全新宝马X3更能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 在总体表 现更数色的情况下 终端售价也更有吸引力 顶配车型就比X3便宜了近7万 车型配置分布也更为合理 选择空间更大 奥迪Q5的高功率车型的拘导价仅为46万多 奔驰GLC和宝马X3则要接近50万 此外 奥迪Q5L的配置也10万厚大 主动安全系统微全新标配 4D配就配备了全夜景仪表 举阵支LED大灯等库卷黑科技配置 确实超值 然而 买车只是开始 养车路更慢 奥迪Q5L养库成本也是BBA之中最低的 所以 奥迪Q5L的整体性价比优势 还是非常明显的 无论是买车还是养车期间 都有着最出色的经济性 经过中和评估各项 本球他认为全新奥迪Q5L是天下的豪华SUV市场 最值得天下的球员 外观上 空间超大 科技配置 又出众 还有高效的黄金动力 组合和更出色的性价比 多年来的销量和口碑已经足以说明了一切 作为豪华品牌中型SUV当之无愧的标杆 貌似没有什么理由不选择全新奥迪Q5L吧